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萊姆多米娜 詞曲 李宗盛 今天介紹凡艾特 一般翻說是阿諾菲尼的婚禮 阿諾菲尼的這個婚禮 我講算是 一般把它歸到北方文藝復興時期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文化是一世三世年所畫 這個年份當然比起文藝復興義大利這一邊所謂的三景 年份都要來得早 其實阿厚非尼的婚禮 這個凡艾克他其實還是算是比較 我們可以講說中世紀晚期 要到文藝復興過度的這個階段 他其實中世紀的精神還是蠻有的 所以並不是像一般 想像的就是所謂的文藝復興 就一定是已經進到這個比較文藝復興盛起 這樣的一種風格的東西 那阿厚非尼因為他又屬於北方 一般我們通常在藝術史 我們是叫做法蘭德斯 這一個地方 那其實有兩個術語 有的我們可能在一些書上看到那個尼德蘭 那其實那個是翻譯的問題 就是現在的荷蘭 那法蘭德斯這個地方的繪畫 又是在荷蘭稍微南邊一點 一般來講就是等於是今天的比利時 荷蘭的南部還有這個法國的北部甚至 那這個部分都算是法蘭德斯的那個繪畫 那你們看到講義的那個 最前面他講說Flemish 其實這個字就是法蘭德斯的那個形容詩 就是指法蘭德斯這個地方的這個繪畫 那范艾克他其實我們要注意他其實完整的名字 叫做梁凡艾克 那其實他愛哥哥 所以他們這個兄弟本身是在當時就已經有一些名氣 那這個兄弟本身也最重要的我想 他們在這個藝術史裡面有那個所謂根特祭壇畫 根特祭壇畫是相當重要的這個代表作 那他裡頭當然他也是有很多的畫面 大概二十幾個畫面 正反兩面都有 那我想這個都還是屬於這個 相對來講是比較宗教的這個 這個繪畫的範疇 但是他們在跟特祭壇畫裡面 已經有部分裡面的一些人物 就是說 讓人家感覺到已經有一些比較世俗的 這種節日的 節慶的這樣的一種氣氛 那這個也牽扯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想到文藝復興 因為義大利這邊更是 就越來越從神 向人的這個轉化 或是這個過渡 那但是呢 其實還是有很多的問題性 值得我們去細就 尤其法蘭德斯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知道他跟義大利 其實在風格上是非常不一樣 所以我們盡量不要去把它 過度的 就化約的問題 就說反正就是文藝復興 都是一樣 那一個很大的不同 我想老師上次非常有提到 我已經有點忘了 就是說這個 文藝復興這個部分 他其實有一個很有名的 叫做 其實他是本來是屬於這個建築的 叫布魯內 這個萊斯基 他本身就是所謂的這個 透視法 這個最重要的這個代表 透視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基本上是希望 能夠找到我們再去掌握 這個 藝術形式的時候 有一種比較科學的精確性 就是說能夠去掌握他的 實際的空間距離 往後縮 這樣的一個 一個層次 跟一個精確的一個 一個描繪 那這個大概是他是從比較相對來講 他認為是比較科學或是客觀的 這個角度 但是事實上在北方的這個部分 尤其法蘭德是這個部分 基本上 有人甚至認為說 他們其實對寫實的這個面向的強調 甚至 其實還更早 但是問題就是他們並沒有發展出 這種精確的 這種透視的這種做法 那所以我想在這邊有一張 有相對 有很多的這個國外文獻 比較會去研究比較細 那這一張是他是分析 這幅畫的那個透視的情況 我當然很明顯看出來 他就不是一個單點後縮 他是一個相對來講 他是多重 就是從不同的角度看過去 他的那個消視點都沒有 並沒有 比較在一個焦點上面 並不像這個民意復興後來 所發展出來 因為像義大利這個地方的那種做法 那這個當然是只是一個背景 我想我先回過頭來看 那個 凡埃特 他基本上 他主要的這個畫家 他主要的生活 其實就是 他出生出生在荷蘭 不過他後來大部分時間 都住在布魯日 跟其他的這個 等於算是 我們講比例時 這個附近 所以我想 大體上來講 他把他歸為這個 法安德斯繪畫的這個創始 我想是 之一 應該是沒有錯的 那 他的這幅畫是收藏在倫敦的這個 國家藝廊裡面 那其實我們現在看起來 好像覺得好像還蠻 蠻 要怎麼講 蠻佔的份量 其實他的大小 原來就是81-859.7 所以其實並不算是 太大的一幅畫 但他是霧面的油畫 那 他原來其實他畫的要去 描繪的這個對象 是一個義大利的商人 一般他的名字是叫做喬萬尼 那他的新娘是叫做這個 也有一個名字 他一般翻起來是翻作吉納尼 這個我想並不是太重要 不過大體上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好像是要 既然叫做阿諾菲尼的婚禮 一般都認為他畫的內容是在講 他們兩個人的這個婚禮這樣的一個場面 當然也有不同的意見 有的學者認為說 只不過是一個類似 在當時其實有很多所謂的這個 類似這個風俗化的這種做法 所以他到底只是 因為有太多不同的意見 包括說 那他如果說婚禮為什麼這個股子這麼大 在當時來講 難道他們這個民風這麼開放嗎 是不是 不過我想後來他發覺說 有人會去檢討這幅畫 他有基礎不同的看法 因為在當時來講 其實 懷孕的這種傾向 事實上被視為是好的 就是多子多孫 等等 那甚至我想一個時代一個時代 這個審美的觀念不太一樣 審美觀念不太一樣 我想他是盛裝 他有起碼衣服穿著蠻厚重 但是 到底上來講 在當時也有畫 別的畫家 我想在這個年代稍晚 也有後來到甚至到15世紀 也有不少 其他畫家畫的女性的邏輯 基本上腹部都微禿 雖然沒有大到那麼大 但是都是微禿 為什麼是這樣 倒不是說沒有運動 或是什麼一回事 有小腹 不是 他往往都認為 女性的這個品德 或是他的Virtual 我們講 最主要因為是傳宗階代這個功能 所以他們都會去凸顯這個面向 所以我想也太多的學者提到 我覺得這個並不表示他一定是懷孕 因為他基本上 在這個年代 他還不是那麼樣的 後來所謂的這種 如實的 這種客觀的這種寫實主義 不是 因為他比方還是有一個象徵的功能 尤其中世紀以來的這種 宗教或是道德這個象徵的功能 並沒有完全的摒棄 當然這幅畫整個的氣氛 他是比較莊重 比較寧靜的這樣一個氣氛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男主角 這個所謂的 如果是婚禮的話 所謂的新男官 他戴著這個禮帽 他一手握著這個 他新娘的手 另外一隻手他取起來 那一般來講 當然有人就認為 他是在宣誓 就是說這個此情不渝 說此類 有個背叛 那可是真正可能是 當時的一個習俗 我們要知道說這個年份 其實不像我們後來所想像的 這個婚禮 其實在他們這個年代來講 相對來講是簡單的多 他們並沒有說一定要法院公正 或是一定要怎麼樣的一個 這個結婚的這個手續 事實上並沒有這麼樣的強調 那一般來講就是說 通常來講他們有一個這個交手 就是這樣的一個 手跟手交手這樣的一個儀式動作 所以好像這樣的本身就 所以在當時其實後來也發生很多問題 我想在歷史上就是有 有很多的這種結過婚的 然後後來也是有人就是 反悔 然後他再嫁或是他再娶 那但是就是死無對證 就好像沒有像後來什麼 兩個以上的什麼什麼公正人 或是一定要經過法院這個 這個蓋章 說不實在沒有 所以就變成有的人他就會LINE 耍LINE 他就是在法院來的 拋棄的再娶 說不實在 所以在當時其實還是蠻平凡的 有這種民視的糾紛 但是 大體上來講 因為他們那個時代的這個 風俗的觀念 就認為說 結婚就是一個 因為 這個也不能講說他們草率 因為他們的觀念 基本上還是有 滿有這個神的這個觀念 就是信仰 對他們來講還是 相對來講還是有 某一些這個效力 或是一些制約的力量 所以對於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講 他們反而認為那些 外在的 物質形式的那些東西 不是那麼重要 反而更重要的是 你自己本人的那個宣誓 就是你宣誓說 我將來要娶他之後要愛他 這個是比什麼都更慎重 對他們來講 所以我想他們當然他們也有一個這個 所謂的這個交手這樣的一個儀式 那理論上講起來 據說他伸起來這隻手 人家就會再去握他 他的那個 女方的這個手 就是把他一起握起來這樣 那我想這個是在當時的一個 很算是簡單的一個 婚禮的一個儀式 那但是我想也 正因為在這個時代 我剛剛講過 就是說有反悔 或是說有其他的這種 民視糾紛也不少 所以好像這幅畫 後來根據這個學者的研究 我想這個有一個學者很有名 藝術史上叫 帆諾斯基 他特別提到這幅畫 其實也可以算是一種 準的結婚證書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他們當時不像現在 就是說還有這個照相 或是什麼 還照純正 所以大體上來講 就是說畫家來把它畫下來 這樣的一個儀式 本身好像他本身也當作是 類似像結婚證書一樣的一種 一種功能 我想是準這樣的一種功能 所以他其實是帶有這樣的一種 婚姻證明 這樣的一個面向在裡頭 那為什麼會這樣覺得 因為他後面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幅畫的 夫婦後面也有鏡子 那這個鏡子很明顯 是一般是把講成凸透鏡 不過像你們這邊的講義 也有講義把他寫成凹透鏡 我想我對這個問題 一定要特別研究 這邊有一篇英文 各位有興趣的人可以找去看 他裡頭就有提到 對這個 單單後面這面鏡做了很詳盡的研究 然後各種角度 它是怎麼反射 在當時他們那個年代 有多少畫鏡子的這些畫 他們到底是怎麼樣來處理 諸如此類的 我想這是一篇英文 可能學物理學的 或是學理工的 可能跨半熟的 然後研究美術的 對這個 這個都應該會比較感興趣 不過大理上來講 我剛剛講回來就是說 它這個年份算是相當少 那這種畫法後來也變成是另外一種 開啟另外一個面向的傳統 就是說很多人 開始喜歡 在這個畫面裡面 來出現鏡子 因為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已經讀文化史方面的書 我們要知道這個鏡子 在當年不比我們今天 在當年是很稀有的 或者是很珍貴的 因為古代各位知道 主要是銅鏡 或其他金屬 那這個玻璃 或是這些鏡子 基本上 它在這個年代來講是 非常 就是像這個家 基本上我剛剛講 那男主角 是義大利的商人 要嘛不是貴族 要嘛是有錢人 他們才 在家裡面才有這樣的配備 或是有這樣的買得起 這樣的東西 那更重要就是說 尤其 在當時還有一個地域的差別 我自己講 就是說在文化史的這些書裡面 可以看到 就北方當時是有這個 用的鏡子大部分是禿透鏡 也就是它是禿面 那義大利後來才有這個 所謂的平面鏡 所以它這個也有地域上面的這個差別 所以你如果看這個 圖是這樣的一個畫面 你大概就知道 在當時因為比較早的年代 你大概就可以分得出 是南本 到底是在哪個部分的 這個主要 這個 他們會買得到的鏡子 應該是什麼樣的情勢 那當然這個在差不多 十五六世紀 尤其十六世紀之後 就已經混合了 因為很多就已經混淆了 但是在比較早的年代 是分得比較清楚 就是說 這個 義大利這邊主要是平面 那這個北方是比較多的 這樣的一個突鏡 那我剛講說 它後來形成一種傳統 就是因為突鏡本身 基本上 就是鏡子本身出現在畫面 是很有 在視覺的這個動線上面 是很有作用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我們原先 我們觀眾看的角度 是從這邊看過去 那邊有個鏡子的一個效果 就是它還可以反射 我們畫面所看不到的空間 可以知道 理論上就是我們觀眾 所在的這個空間 那所以有人講說 那個如果 你把那個鏡子把它放大的話 裡面呢 除了反射他們兩位的 這個背面之外 或是斜背面之外 它還 中間還有兩個 有的說法是說 有一個人 有的說法是兩個人 但是我 我一直還沒有去求證清楚 因為裡頭看起來 就是有一個主要的人 是錯不了的 可是它旁邊好像又有一些 雜七雜八的東西 不曉得是另外一個人 又站在那個人的鞋後面 還是一個人 還有其他的東西 意思就是說 它那個因為太小了 我想我們沒有看到那個很大的 這個放大 局部放大的那個圖 所以還不是很清楚 能夠肯定 到底裡面是一個人兩個人 那有的說法就是說 如果是兩個人 有的說法就是說 那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婚姻的見證人 另外一個就是 大部分的說法都說 是畫家本身 好像畫家來畫六畫 所以他自己也反射在裡面 所以好像是理所當然 那我想這個 當然老師以前講過 在藝術史裡面 這個 另外的這個 韋哈斯貴姿 我不知道一六多少年 他的公兒圖裡面 就有一個鏡子 鏡子裡面在反射這個 國王跟皇后 我跟你講這個都是 後來慢慢形成一個傳統 就是說利用鏡子來造成畫面的 某一種魅力 或是某一種神秘的這個要素 來讓你們說 好像感覺這整個畫面會更 更詭異或是更生動 甚至就是說它擴展了 你們對於這個 因為通常我們這個視覺 老師以前講說 看過去就是 上下左右跟對面 但是我們腦袋後面 或是我們自己正面 往往是缺乏 就是這個右面缺少一面 但是有這個鏡子出來 它就是在提供一個 起碼在畫面的那個底部的那一面 提供一個 從那個底部再逃逸出去 或是再反彈出來的 另外一個空間的這樣的一個要素 所以這個會增加這個畫面的一個 我們不管是生動還是深度 還是其他的我們講 additional 這種附帶的這些因素 那 這是這一股 那更重要的就是說 它還有一點 我想也是很重要 就北方的這一個部分 反而是這個部分 老師也講 他們對於寫實 尤其對於所謂的detail 這個細節事實上是巨細 畫到甚至我們會覺得 繁瑣的地步 那這個如果是像他這個畫家 在文藝復興時期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像 米開朗基羅 或其他的這個 義大利這些 這些文藝復興時期 這些比較重要的代表畫家 他們一般來講是 尤其從米開朗基羅的態度 就被看到他們是很不屑的 他認為說這個北方的這種藝術 他講說 這個既無力量又無個性 這樣說他們就是 有一點點偏見把它打死 就認為說他就是堆砌一些 這個枝節末葉的這些細節 像我們知道 可是在文藝復興 他當然他所發展出來的一種理想 在某畫面來講 我們講藝術雖然是寫實 但是寫實在某 有寫實的面向之外 也有一種理想性 我想這個 在寫實主義裡面 如果在文學的話 當然自然主義 是比較如實客觀的反應 但是寫實主義 通常來講還是要求要 要提升 要過濾 要堅脆 還是有隱含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想對 尤其義大利的文藝復興來講 他們就會受不了 就是像這樣 巨細裡面的這種細節的膠帶 這可能看不是很清楚 我再灌一下 各位這樣可能會稍微清楚一點 你可以看到他的細節細到什麼程度 尤其他衣服上面 他這個邊緣 他這些質感 甚至這些局部的細部 他的這個頭上的這個頭肌等等 這個都是已經細到相當的一個程度 那他甚至這個日常生活裡面 如果老實講 如果在文藝復興的這個 尤其義大利這一邊 大概很難會去畫這些 尤其叩叩的東西 這邊還有拖鞋 還有拖鞋 這邊還有一個地毯 地毯 其實這個地毯他還畫得蠻精緻的 如果真的看到放大了 那後面他還有椅子 那上面更重要還有一個吊燈 你看他這個窗戶也是其實 窗戶的上面那個 也是很細緻 很複雜 那這個就是說 其實嚴格上講 反正這邊的繪畫 他們所形成一個風格 他很需要耐心 所以你要具細你的去畫 但是也需要就是說 你這個觀察力 當然有人認為說 他們當時對於這種自然啊 等等這些觀察力 都比南方要來的 來的 我不要講說準確 就是他來要細緻 他們的處理的一個手法 基本上就是如此 但是也是像我剛剛講 就受到一些批評 但是他這樣的一種精細的一種程度呢 我們尤其是在那個 我們剛剛上面講的那個 那個圓形的那個鏡面 你可以看到他周邊 單單他這個周邊的處理 這個上面其實他還有很多畫喔 各位如果他這個已經整幅畫才 我剛剛講80左右吧 81.8×1 59.7 這不是英寸 是7m 是公分 所以在這麼小的一幅畫裡面 事實上可能都還比這 現在我們所看到要來的小 可以知道嗎 但是他在這邊 他畫了十個這個 這個扇葉出來喔 那他裡面都有畫 那這個畫裡面 據說十幅畫裡面有八幅 也不是那個畫那個 耶穌受難 有兩幅是畫復活的主題 所以他事實上要用很精細的那個 筆法去畫 那我們更重要就是說 他在凡的這邊的話 尤其凡愛特的手裡 一般都認為他是那個 很厲害的喔 這個處理光影 我覺得對後的 後代的這個影響 因為在他這個年份 像他這麼樣的成熟 處理光影的畫家 藝術家並不多 你可以看到窗戶透過來的光 在人物的身上 所產生的 尤其這個男生 這個男主角 他的臉上所產生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陰影的變化 更重要的就是說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他上面那個吊燈的 那個反光 那個部分 那這個事實上在當時 那個吊燈不只是很細緻 畫了 尤其他那個 那個支架本身 事實上有相當的複雜度 更重要 他那個反光的 那樣的一個效果 甚至那個突進裡面 也有一些光的 反光的一些效果 我想都做得非常的細緻 這個在當時來講是很難能可貴的 尤其在1430年 這麼早的年份 那我剛剛前面已經提過 他有很多都有象徵的意思 包括說這個 有人講這個 這隻狗 有人講說狗是忠實 就代表婚姻的這個忠生等等 那大家也有天儒家像 包括說那個窗台上面 有一顆水果 下面有兩三顆有沒有 那到底是什麼 有的說是那個吉子 有人說是蘋果 講不清楚 總而言之 又有人講說這個是多子多孫的 這種象徵 不過我想出如此類 就是說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 那甚至連這個拖鞋 都有這個人去考證說 啊聖經的經文裡面 我唸給大家聽 這個學者 這個非常 我們不能說無聊 但是就是真的去考證 然後聖經裡面有一個經文說 把鞋從腳邊挪開 因為腳下是神聖的土地 換句話說要把鞋挪開 腳下是神聖的土地 好像 講起來好像是不是能夠呼應 這種神聖跟宗教的祝福 就對於這個婚姻的這樣祝福 事實上是有一點距離 但是 還是很多人會做這樣的一個聯想 就是說這裡面充滿了很多宗教的這種 這種象徵的這種畫法 那 當然裡頭也有人提到 比如說 各位可以看到 確實我們反過來看 它是不是真的是一個很寫實的一個畫面 雖然它這麼聚氣明明的 描繪這麼多的細節 可是有時候我們還是會考慮一些因素 因為其他有一些還是不太合理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那個燭台 這個上面的這個燭台 你可以看到在左上方有一個有沒有 其他的燭台上面沒有蠟燭 就是那邊有一個有蠟燭 有一根蠟燭 因為那一根蠟燭是點火的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有沒有 它上面是有火 左上方有沒有 在這個地方 再幾分鐘 馬上 那這個燭火基本上 各位可以看到現在這個氣氛是什麼 大白天 對不對 為什麼點這個蠟燭 點這個火 所以有人又去天有家說 這個就是象徵這個 耶穌基督啦 祝福此類 祂的生命 祝福此類 好像這個是有一些神學上面 所以我想這個都是 很多人都從象徵的角度來談的 那我想最主要就是說 凡艾克其實我們應該簡單的講 就是說總結一下就是說 他這個年代對他來講 象徵並沒有完全被取消 但是他同時也發展出某種情況的 一種自然主義的傾向 可是呢 那一般來講傳統上會說 象徵跟自然主義 基本上是有一點對立 就是象徵如果過度強化 象徵的功能 那勢必沒有辦法 那某樣的自然主義 那自然主義如果過強 可能象徵就會瓦解 或者說沒辦法成立 可是反而可以 他的配畫的特殊性 就在這兩者 這兩者他好像都具有 而且好像象徵並沒有完全被取消 而且自然主義的形象也沒有 就是象徵本身也沒有 完全跟自然主義 採取一個相對立的 這樣的一個態度跟立場 所以我想這個 是他一個蠻特別的一個部分 那我想這個是這一幅畫 我想簡單的做一個簡單的一個爭議 那最後一點我想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凡艾克大體上來 一般都認為他是油畫的這個發明人 我們不管他是不是最早的發明者 但是起碼他這個年份是相當早 那可能是一般也把他算作是這個發明者之一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他其實 在當時絕大部分的畫 其實我們知道後來我們有看 你選那個DVD是那個達文西的 達文西他基本上就是說 在那個年代他早期還是畫那個淡彩 可以知道嗎 就是說大部分是淡彩 那後來他也吸收到北方的這種 油畫的這種這種 結果就一心耳目 那我想在凡艾克他在當時的影響就很大 因為他早期就是說他是油畫的發明者之一 那他是等於算是去調 就是說調一些稀釋的 他是用這個一些材料去調的 那更重要就是說有人講說他在原料裡面 是參入這個亞馬雲 然後再塗一層有點像是這種透明的這個氣一樣 那像這樣就造成一個效果就是說 光線尤其對反光是很有效的 因為光線進來之後 他早期的這種淡彩基本上就是他比較難 在顏色上面在做二度的處理 可以這樣講 那這個他的這樣的一個用油彩的一個效果就是說 他後來可以讓這個光可以進到底層 就是說他上面一層透明 他可以進到底層 然後再把它反射出來 我想這個造成整個畫面相對來講 會比較鮮活比較溫潤的這樣的一種感覺 我想這個是他的一個很大的貢獻 那有時候是這種 雖然是技法上面的更新 可是在藝術史上有時候是 像我們講用不恰當的比例 有點像兵敗如山倒一樣 就是因為他的一個突出呢 反過來講就是說 其他的這個原來用淡彩 就一下子都沒有辦法跟他比 就是他所實際達到的一個色彩上面的一個效果 那後來就很多人就跟進 就是如我如土的都來運用這樣的一個技法 我想這個在藝術史上大家都是肯定他 一個很大的一個貢獻 因為時間到了 我們休息一兩分鐘 那等一下就請那個丁老師來 謝謝